下一个生命现象叫感应与反应 一样的什么与什么 感应是一个东西 反应是另一个东西 两个不一样 感应是感觉输入 而反应是动气输出 这当然是不同了 那感应跟反应是指 生物对于环境刺激 做适当反应的过程 来让你自我保护或觅食或求 来维持生存的能力 那这是感应与反应 那什么生物都有 从细菌病毒到蓝精暴龙 都会有感应跟反应的现象 好像有关于环境的刺激 让你感应的刺激 大家可以分为物理性的跟化学性的 我个人觉得下面这一个分法 蛮废话的 全世界所有的因子都可以分为 物理性的因子 化学性的因子 和生物性的因子三大类 真的 那我们就以这个刺激你来讲 物理性的因子 物理性的刺激因子有 光温度压力声音电池 你在物理课所学到的现象 就是物理性的刺激 电池 压力 温度 光 电池波 对不对 这是物理性的 那化学性的刺激就是 化学物质对你的身体造成的变化 例如酸碱变化 化学物质的其他刺激 氧化还原等等 那就属于化学刺激 好 可是你们会发现一件事 我不是说全世界的因子 可以分为物理性的 化学性的 and生物性的 那怎么这边没有出现 生物性的刺激呢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想到纯生物的刺激 也请各位帮我想想 我举个例子 有啊有啊 我早上就是生物性刺激啊 我早上起床 起不来 在赖床 我妈妈把门 踢开 啪啦 你再不起来 开心就偷懒 那你就会说 妈妈是生物 妈妈刺激我起床 那算不算生物性的刺激呢 大家很麻烦 其实不算 你为什么会起床 你被妈妈的声波叫醒的 声波是物理性刺激 然后妈妈踢你的床 你被那个床压到 压力刺激 物理性刺激 然后妈妈看你又睡着 用手打你的嘴巴 啪啪啪 赶快起床 物理性的压力 所以那个号称是生物性刺激 事实上还是物理性刺激 对不对 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想到一个纯生物性的刺激 只有一个啦 但是有点含糊 生物性的刺激有可能必须是内刺激 不是体外的 是体内的 比如说你早上本来在床 我不想起来 好累好累好累 突然间那个念头一闪过一个画面 前一天一个很恐怖的老师 在你们班上前面说 明天谁给我迟到 我就杀了谁 那个画面出来 被他吓醒 那个影像吓醒你了 那个影像就是一个生物的影像 算不算 可能不算 好所以这是感应与反应 所以大家应该蛮容易理解的 好我们接下来举一些例子来佐证 我们动物会有所谓的蛆性 植物叫做象性 那所谓的蛆光就是所谓的正蛆光性 就是飞蛾扑火 很多动物会顺着光源过去 所以你会正蛆光性 也有生物看到光会闪掉 像蟑螂或是蛆 那叫副蛆光性 那这是蛆性 蛆性就是一个很有很好的例子 光线的刺激影响你的行为反应 你会有刺激 你会有反应 对不对 好另外我举一个生物学上蛮有名的例子 蛇有很多种 有一群蛇被叫做副蛇 它在分类上是动物界几所动物们爬虫刚刚你看到爬虫刚刚就知道 它是爬虫类 然后它是有灵木的 什么是有灵木呢 身上有灵片 就是蛇跟蜥蜥 蛇跟蜥蜥都有灵片 所以有灵木下面分两个雅木 一个是蛇雅木 一个是蜥蜥雅木 好我现在讲的是蛇嘛 是蛇雅木 现在有个科叫葵蛇科 里面有个雅科叫副蛇雅科 或叫副雅科 副雅科的蛇全部都叫副蛇 副蛇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眼睛前方这个位置有个洞 这个洞呢 我现在用荧光绿把它涂满 它叫做夹窝 脸颊上有个小凹窝 脸颊上的窝窝叫做夹窝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干嘛的 这是眼睛 眼睛负责视觉的刺激的感应 视觉的感应 鼻子呢 没有感应 大家说鼻子不是闻东西吗 蛇的鼻子不管嗅觉的 因为它的鼻箱口腔是连在一起的 它的嗅觉在哪里 说出来吓死你们 是它的舌头 大家对舌熟悉吗 舌不是会伸出它的舌头 叫做舌性 然后上下摆动 然后缩回去 缩回去 有没有很帅 缩回去 它干嘛出来上下摆动呢 它的湿润的舌头 在吸收空气中的嗅觉分子 吸完之后还没有感应 它必要缩回来 然后从口腔里面往上一顶 它的口腔上面有个构造 来做嗅觉的感应的 所以舌什么时候会有嗅觉刺激 舌性缩回去往上顶才有 所以它干嘛出来甩 它在收集 然后自己闻一下 哦好香哦 再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一只舌游润在吐舌性的时候 它会管方向 先看右边 咻咻咻咻 竟然闻 哦那边没味道 转头向左边出来 咻咻咻闻 哎呀有味道 老鼠在左边 不在右边 所以它有时候要转头去弄的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这时候 它舌性出来摆动 快点夹住你的舌头 嘿嘿我们到了吧 这样就虐待动物了 那我们到东西了 不好 好但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它 我们的主角是它 夹窝 夹窝感应的是热 就是红外线 写一下 所以腹蛇科的动物 在晚上的时候 红外线 它们视觉是看不到光的 因为黑暗啊 在沙漠中会晚上好黑哦 那它们通过夹窝 可以产生热影像 所以它们的视觉有两种 一种叫可见光视觉跟你一样 另外一种叫热影像 所以在沙漠的晚上 老鼠兔子在活动 它用热影像看得到 就可以去吃 所以你看这些腹蛇很有趣 白天吃青蛙吃老鼠 晚上只吃老鼠不吃青蛙 因为青蛙是那个外温 外温动物 它体温跟外界一样 所以晚上只能抓到恒温的老鼠 就这样 这是腹蛇 好我们看一下照片吧 这是腹蛇的眼睛 这是腹蛇的鼻孔 这是腹蛇的蛇性 我现在画斜线的这个洞 就是夹我脸颊上的小凹洞 这个也是在这里 好所以腹蛇科都有这个现象 那我们国内有没有腹蛇科的蛇 很奇怪腹蛇科都是毒蛇 台湾有 四伟青植师 就这个凹洞 以上是那个腹蛇的例子 好吧 那我们就把感应跟反应处在这 好那 那我猜